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9年的同阳中清酒主题纪念酒这个案子来宣告 我今天告发的是三个人 一个是李真才先生 一位是杨素元先生 还有一位是杨正吴先生 王金军质疑董阳中清会以迂回的方式 透过黑松总经理购买定制酒是否有弊端提出控诉 希望司法单位能够查明当中有无不法 今天告发的主轴 违背了刑法342条 背信罪 背信的人是谁呢 就是在2019年担任金九董事长的李真才先生 那我不得不 那另外两位呢 我们在背信里面叫做共同的共犯 是杨素元先生及杨正吴先生 这两位是共同的共犯 所以我今天提告了这三位呢 对此李真才不给予回应 杨正吴竞选办公室表示 针对坊间网络不实谣传以及有心人士操弄的选举手段 为了还给乡亲理性公益的生活环境 杨正吴团队绝对不姑息养奸 将针对相关的人士依法提出告诉报警警察机关 展开侦察一正视听